领受祂的恩怜供应 每一天起来,我们都是领受天父的爱 天父是爱我们的天父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只有领受天父的爱了 我们才会明白祂的心 明白祂的心 对每个神的儿女来说的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 明白祂的心,享受祂的爱 我们是因为爱而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是因为爱而生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也是因为爱而拥有永恒美好的未来 弟兄姐妹,我们已经与天父和好了 每一天我们都是享受天父的爱 阿们 我们透过主耶稣的服侍 主耶稣他的施工 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 主耶稣赦免罪人 主耶稣医治病人 主耶稣不给那些顺利定罪 对不对 主耶稣使杀该得以享受他的救恩 浪子回头 是不是 看到他赦免这些 包括妓女不给他们定罪 主耶稣这所做的一切 其实你得清楚的知道 都是显明天父的爱 从来没有人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身子 将他显明出来 那主耶稣显明的是什么呢 其实他显明的就是天父的爱 阿们 所以他在世上服侍的时候 他所有的施工 赦罪一致 其实都是为了显明天父的爱 显明天父的爱 那么弟兄姐妹 主耶稣呢 他为我们舍命流血 为我们舍命流血 他在十字架上 是完全的彰显天父的爱 所以今天美好的主日 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 我们就享受他的爱 阿们吗 享受他的爱 那么我们要清楚知道 神是多么的爱我们 这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不知道神的爱 你是没办法 真正得到满足的 你没有 你没有听 没有接受 没有领受神的爱的真理 爱的交换 爱的供应 你心中是没有真正的喜乐 没有真正的平安 和真正的满足的 你就明白吧 你会仍然回在忧虑当中 惧怕当中 压力当中 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中 所以对一个神的儿女来说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安息 享受在神的爱里面 我们在神的爱里面 才能真正的得到喜乐平安 不是我们做成的 是主耶稣做成的 我们休息 是休息在基督里 安息是安息在基督里 对不对 今天是休息 主日你看你休息 放下其他的工作 来听道 来领受神的话语 这个休息 你看这个休息的休 很有意思 对不对 休息的休 上面是 左边是一个单人旁 右边是一个十字架的十 下面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人 是不是 什么意思 你会发现 这个休息的休 这个字很有意思 左边一个人 中间一个十字架的十 然后又一个人 也就是说我们要休息在十字架里面 基督里面 阿们 所以今天你要看到的是十字架 看到的是基督 看到的是神的爱 神对你的爱 看到的是神一直在供应你 一直在爱你 你今天还有 你不要再老是纠结罪了 不要老是像那些律法主义者 极单的律法主义者 每一天都在想着罪 都在那里纠结罪 不是的 你应该每一天都想着神的爱 阿们 你越专注什么 你会越活出什么 你越看见什么 你越拥有什么 阿们 上帝不要让我们被罪控制 上帝要让我们被他的爱充满 弟兄姐妹 我们在每一天都要看见 耶稣 看见神的爱 是不是 你在天道当中 你要最重要的是领受神的爱 你在主日当中领受神的爱 神的话语 然后你的生活 每一天都是在享受爱 享受供应 当你明白天父的爱了 你呼吸的空气 你就知道这是爱的空气 当你享受天父的爱 你享受阳光 你就知道这是爱的阳光 当你享受天父的爱了 你就知道 这个水 喝水都是享受天父的爱 能走路 爱的流露 哈利路亚 你看见的都是天父给你的爱 你的思想和意识里面 将会充满爱 阿们 好不好 神大大的赐助你 欢迎来到我们的当中 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 我们今天呢 要继续的分享 在基督里系列信息 在基督里的系列信息 在上一讲当中 我们已经分享到 在基督里了 我们已经与神亲近了 与神亲近了 所以我们与神之间呢 已经和好了 各位姐妹 我们不再有定罪感 不再有羞耻 不再有那些 控告 因为 我们与神已经和好了 你这一苏的血 你这一苏的十字架 是不是 你这主一苏 他的拯救 他的寻找和拯救 我们已经与他和好 主一苏赦免罪人 使人与神和好 主一苏一世疾病 使人与神和好 主耶稣为我们 死在神的架上 他留着血 成就了和平 今天 不再是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了 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今天是一苏的血 使我们与神和好 是一个崭新的时代 我们与神和好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阿们 我们成为与神一家的 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所以我们是坦然无惧的 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 对不对 我要得连续蒙恩会 做随时的帮助 那么当我来到神面前 每一个神的儿女 我们来方言祷告 都是在享受神的帮助 我们来听他的话语 我们来说他的话语 都是在享受他的帮助 所以我们的生活 是说出神话语的生活 阿里路亚 是神供应我们 神所有的供应 都在他的创造大功里面 预备 神所有的供应 都在他的救赎大功里面 体现出来 我们要做的就是享受 就是明白 就是相信 就是说出来 承认这些 每天看见这些 领受这些 承认这些 阿里路亚 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 在基督里向神活着 好不好 所有的弟兄姐妹 跟我一起说一下 今天的讲题 预备开始 在基督里向神活着 在基督里向神活着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地方的经文 我们一起看这个 十度行传的十七章 十度行传十七章 二十五节到三十一节 我们从二十二节开始也可以 我们看到这是保罗的 在雅典这个地方 传福音 保罗在雅典的地方传福音 从二十二节开始 保罗站在雅类八谷当中 说众位雅典人啊 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 这些雅典人 他们都有信仰的啊 都有信仰的 其实这个世界 据人类学家研究发现 任何一个民族 任何一个国家 从古到今 从中到外 任何一个民族 任何一个国家 都会有宗教信仰 他们都会有他们 敬拜神的观念 没有那个民族 没有的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 无神论的 真的 没有绝对的无神论的 就算是他说他是无神论 其实他也不是无神论 只不过他所信的 他所当作神敬拜的 当作神所信的 是他自己不知道的而已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这些雅典人 他们凡事都敬畏鬼神 很敬畏鬼神 那么保罗说 我游行的时候 观看你们所敬拜的 遇见一座坛 上面写着 为食之神 你们所不认识的 而敬拜的 我现在告诉你们 保罗从 他们敬拜神 咱们敬拜鬼神 以及他们写的一个 为食之神 从这里做一个契入联 向他们见证 独一的真诚 向他们传扬 基督的福音 那么看待保罗怎么讲的呢 二十岁经说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点 下来弟兄姐妹 下面接着说 也不用人手服侍 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气息 万物赐给人 明白吗 所以这里你要清楚的看到 看到什么 看到神是创造的神 那么他创造这一切 他把这一切都赐给谁啊 赐给人啊 是不是啊 所以神把这一切赐给人 把生命 把气息 把万物赐给人 你会发现一件事 这个世界上很奇妙 这些最昂贵的东西 都是免费的 上帝绝不会让任何人 控制这些最昂贵的 最昂贵的是哪些 阳光啊 空气啊 雨水啊 在我们 人家人看来 好像这些不昂贵 其实人离开这些 根本没干法活啊 你离开阳光你能活吗 离开空气你能活吗 离开水你能活吗 活不了是不是 但是你发现 这些最昂贵的 来滋养生命 来供应生命的 来喂养我们生命的 你会发现 都是神 无条件的 白本的恩典供应 是不是 所以真神 他不是我们创造的 不是人创造的 真神 也不住人手所造的店 真神 也不需要人 拿着饭菜啊 拿着水果啊 拿着一些东西来供应他的 不是的 那是偶像 那真神是什么了 真神他是创造主 各位兄妹 真神还创造这一切 他把这一切赐给人 真神创造万物 真神创造人 真神又把这些空气 把阳光 把雨水 把这些万物 供应给人 是不是 所以人是在神的 创造大功当中 被预备 被创造的 人生下来就享受神 丰盛的供应 弟兄妹 你必须要记住 不是我们供应神 是神供应我们 阿们 所以你在每一个细节当中 要看见耶稣 看见神的供应 是不是 你祷告 要向神说出的是供应 要感谢神供应你 你享受阳光 感谢神的供应 阳光真好 呼吸新鲜空气 感谢神的供应 空气真新鲜 这就是向神活着呀 在创造大功当中 神预备这一切 就是为了让我们 享受啊 享受祂的供应啊 就是为了我们 让我们向祂活着 我们的生活 不应该仅仅是 工作 吃饭 睡觉 是不是 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应该享受神 创造的美好 阿们吗 神创造的这些美好 丰富多才的事件 它是为了使我们 享受的 我们人被创造 被预备 不是一生下来 就是汗流满面 才得糊口的 这不是你的命令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人是被创造 是被预备在神的 丰富里面 供应里面 新生里面 人是第六天 才被创造出来的 结晶 不是第三天 创造出来的 是不是 神创造空气 创造阳光 创造空气 创造花草树木 创造这些 飞行走售 这些日月新人 飞行走售 这些都造好以后 才造你啊 神造鱼 是不是 海豚 那鱼 海里的大鱼 你看看那鱼的吗 鱼的大得很啊 不仅是你吃的 那个小鱼小虾 那个鲤鱼 那没点大 是不是 你看到很多的鱼 大得不得了啊 超大 你用得着这么大吗 亲爱的丁几妹 你有时候去欣赏 这些大自然 你会发现神造的鱼 哇 超级大 我有一次就是 跟他们一起去 那个 托海 他们打鱼的 我是 去他们那里 我跟他们一起去 哇 看到那大鱼 超大呀 打得不得了 是不是 你用得着这么大的鱼吗 但是你看到 神就是这么丰富 这么爱呀 他就给你造的这么大 阿门 让你欣赏 也可以啊 哈哈哈哈 你看看这大鱼 海里的大鱼 是不是 这么大 超级大 这么丰富 你是不是很开心呢 你哈哈哈哈的笑 你是不是很开心呢 当你开心 你笑 你哈哈笑 又是享受它供应呢 神也开心了 像神活着 享受它这些 不是苦哈哈哈哈的 整天就工作工作工作 然后吃个饭 睡个觉 就这样一辈子过去了 不是这样 哎呀 我们的国家的百姓 真的是 好辛苦啊 就知道工作 上班睡觉 很多的 就不停的这样干 是不是 不是这样的 神要让你 享受它的创造 和供应 阿门 因为很多的 比如说这些西方国家 欧美 这国家的人 人家一个礼拜工作 六天 工作五天 两天休息 是不是 工作要值八十小时 有的有的不工作八十小时 还有现在还要改一下 六小时 那他们每一个双休 礼拜六 礼拜天都休息 都干什么 出去玩的 去旅游的 他们会带着他们的家人 带着他们亲生朋友 出去欣赏 欣赏什么 欣赏神创造的 美好河山 欣赏鱼 大鱼 欣赏动物 是不是 熊猫 老虎 狮子 是不是 欣赏这些 花草树木 这些山川河流 享受什么 新鲜空气 在城里面待着 他去到乡下去 去到大森林里去 去到竹林里去 去到那些地方 干什么 享受新鲜空气 享受阳光 他们在工作 要么在工厂里面 在车间里面 公司里面 他享受不到这些 是不是 他呼吸的空气 也不新鲜 钢筋水泥 混进土里面 空气也不新鲜 阳光也不新鲜 也享受不到那么好 所以他们就 一到假期的 他们都去休息 都去放松 享受 享受这些空气 阳光 雨水 享受这些自然美景 享受神这些创造 这才叫生活嘛 是不是 那么累干什么 很多的病 不都累 累坏了吗 我觉得好多的人 他就是不但的工作 那么多操心压力 也交了社保 结果呢 四十多岁 五十多岁 身体就累坏了 就不行了 身体累坏了不行了 你交社保 有什么用 是不是 老早身体 体力就耗尽了 身体不但工作 住业加班的干活 有的人在那些工作环境当中 工作环境也不好 住业加班的干活 礼拜六双 都不休息的 礼拜天也不休息的 都这样干 拼命的办 结果他的体力 提前就被透支 被耗尽了 他交社保 也没有用 四十多五十多 他身体就不行了 他就离开世界了 不应该是这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是不是 今天你活在基督里面 你要清楚知道 你是像神活着 阿们 好不好 你享受神的创造 享受神的救恩 享受神的共赢 不要靠你自己 那么的劳累啊 很多身体上的疾病 是劳累造成的 忧虑造成的 医学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你需要在神面前活着 享受神的话语 享受神的供应 安息 放松 该休息休息 不要那么累 汗流满面 是不是 太操心了 太忧虑 太压力了 老神经会出现问题 会产生压力啊 你身体就会软弱啊 知道不知道 力量就被脉被拖走了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意识到 神看我们 是如此的珍贵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配得最好的 阿们吗 耶稣是最好的 神创造的都是好的 阿们 神把他所创造的好的 把他所最爱的 耶稣给我们 你是配得的 所以你要知道 天父这么的爱你 你不但会 不但不会去偷 不但不会去强 你还会去祝福 你还会去享受爱 谁还会犯罪 犯罪的人 都是不知道爱的人 过去不知道犯罪 现在不知道 神的爱犯罪 将来不知道神的爱 一直都在犯罪 是不是 如果你开始知道 神这么爱你 神这么宝贵你 哈利路亚 你就不用再听 那些鬼话连篇了 好好地听真理的道 好好地在神的话语上成长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会发现 神所预备的创造的一切 多么的美好 是不是 该休息 你好好休息嘛 阿们 带着你的家人 带着亲人朋友 带着弟兄姐妹 去欣赏神所创造的美好 那人生不是光光 是工作工作工作啊 你还要享受神的供应 阿们 想生活的 神创造的这一切不好吗 多么的美好 你享受享受 不香吗 多香啊 这才是生活品质啊 这才是幸福指数啊 是不是 不是看你要赚多少钱呢 再去享受 哎 儿子娶了老婆了 还生孙子 孙女儿也待大了 再享受 什么时候了 何年马月去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给你预备创造 随时都能享受 阿们 是不是 你 里面六里面天明 修行都可以享受 听神的话语 出去走走 看看 享受新鲜空气 呼吸新鲜空气 享受阳光 享受美好 欣赏大自然 因为这是神赐给你的 不享受 白不享受 你不享受 被魔鬼偷跑了 你不享受 你怎么感受到神的爱 怎么感受到神创造的美好 是不是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神是我们的供应者 阿们 神的创造 非常的完美和丰富 预备这一切 就是供应给我们 赐给我们的 好 接下来十七节说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来 住在全地上 并且预先定准 他们的年限 和所住的疆界 人都是他造的 万物是他造的 人是他造的 你住在哪里 都是神给你预备的 阿们 要叫他们 行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耳得 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我们可以思想神 可以亲近神 揣摩嘛 是不是 就是人具备这个揣摩的功能 所以揣摩就是什么 就是你去可以感受它 我们人是一个具备 洞察的 感知能力的 神明 所以我们可以洞察世界 可以感知世界 是不是 当我们洞察 我们感知感受 我们能感受到神的存在 阿里路亚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动作层流 都在乎他 就是你们做事的 有人说 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所以弟兄姐妹 在这里你要清楚地看到 神是我们的 神是我们的供应者 阿们 我们的生活动作层流 都在乎他 我们的生命的气息 是来自神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 向神活着 每一天 享受神的这些供应和美好 向神充满 信任和感恩 当你越发享受他的爱 你讲话 都是讲他的爱 是不是 讲他的同在 讲他的恩典 讲他的供应 你对你自己都是讲爱的 讲恩典的 讲供应的 你对你身边的家人 也是讲神的爱的 神的同在的 神的恩典 神的供应的 阿们 要清楚地知道 每一天醒来 你要清楚地知道 神一直在 神与你同在 神给你有供应 你不会缺乏平安 不会缺乏供应 不会缺乏喜乐 是不是 你要相信 美好的一天 美好的供应 神都预备 我在基督里 我是向神活着 享受他这一切的丰盛 阿里路亚 不要再讲那些 负面的 忧虑的 不要再老师 讲那些罪的 你不是犯罪的羊 你也不是困苦流离的羊 耶稣已经把你拯救出来 你成为得生命的羊 成为享受供应的羊 享受神爱的羊 丰盛的羊 是不是 所以每一天 你向神说话 向神 向耶稣说话 说出的是 对他的相信 对他的感恩 说出的是 他对你的供应 看到没有 向神 说出神给你的爱 说出神的供应 这就是向神活着 感谢神 一时助行 一输全包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好不好 不要认为都是靠你自己 哪里 靠你自己 你怎么可能活着 你的生命的气息 都是神的供应 你有再多的钱 气息一收走 有什么用 房产 车子 资产再多 气息一收走 活着就是一口气 气息一收走 有什么用 这里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 都在乎他 是不是 生命气息万物 赐给人 赐给万人 阿们吗 所以你的生命 你的气息 都是连在神的恩赐 所以你要清楚知道 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神的供应 阿们吗 你的衣食住行 都是神的供应 因为你气息都是神供应的 那么你 所以一切 不都是因为你活着 创造出来的吗 那么衣食住行 都是耶稣包的 衣食住行 吃喝拉撒 耶稣全包辣 阿们 一向神活着 多好啊 没有忧虑的 是不是 阿们 阿们 阿 不要忧虑 我们看耶稣说 阿 马太福音的第六章 二十五节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节 我们看耶稣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 吃什么 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 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这就是教我们 不要忧虑啊 不要忧虑啊 忧虑 对基督徒来说 是一个非常无形的 一个仇敌的压制 忧虑是什么 忧虑就是过分的担心 过分的操心 吃到上顿 要操心下一顿 是不是 生到儿子 要操心 儿子怎么养活 儿子将来娶媳妇 岂不娶得到 这个儿子好不容易 娶媳妇又操心 生子生不出来 怎么办 听见没 不好意思 这个是忧虑啊 就是没有一些 一些真的超过他自己 这个应当生活之外的 一些多余的担心 多余的操心 这叫忧虑 叫忧虑 那忧虑呢 会让人的思想 变得非常的负面 忧虑呢 会让人的老神经 产生压力 当一个人心中忧虑的时候 他心里面是不开心的 他的大脑的神经 也是被压制的 他的表情也是难受的啊 所以弟兄姐妹 他就担心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你会发现忧虑的人 都是操心这些方面 物质方面 但主耶稣教导我们 要我们要向神活着 阿们 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向神活着 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就是我们不要再忧虑了 耶稣说 不要忧虑 是不是 不要为这些身体忧虑 穿什么 是不是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既然你生命最重要 你还活着 肯定就会有吃有喝 阿们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既然你有身体 身体比衣裳更宝费 肯定会有衣服的 是不是 操心什么了 忧虑什么了 接下来十六节说 你们看到天上的飞鸟 也不重也不收 也不积蓄在苍临 你们的天赋尚且养活他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你看飞鸟根本不忧虑 早上一起来 哒哒哒哒哒的在那叫唤 是不是 鸟爸爸叫着鸟妈妈 叫着鸟儿子 是不是 一起出去 一起在那叫唤 你看很早就起来了 很早就在那叫唤 你去研究一下 观察一下飞鸟的生活 你发现它们很有规律的 阿们吗 它们很早就起航了 绝不睡懒觉 还睡到太阳 晒到中午的还不起来 不可能的 他们早上一到早就起来了 天没亮 哒哒哒在那叫唤 你以为他在那叫唤 其实它们都在干啥 万物都要赞美以后话 凡是气息的都要赞美以后话 他们都在赞美神 阿们吗 他们都在叽叽喳喳 赞美赞美 他们这叫赞美赞美 所以鸟爸爸带着鸟妈妈 带着鸟儿子 鸟宝宝宝们都一起大早就起来 开始唱歌了 开始赞美赞美了 然后开始好了以后 他们一开始出去干啥 出去找吃的啦 他们从来不担心 哎 没吃的 不会的 是不是 他们也不重 也不收 也不继续在舱里 你们的天赋上去养活它 哎 他们也不重 也不收 也不继续在舱里 不代表 他们什么都不做 哎 你不要透露理解 认为啊 鸟儿也不重 也不收 也不继续在舱里 那我们也不重 也不收 也不继续在舱里 怎么可能 他的生命 他生活方式 跟你不一样的 你的生命 生活方式 要重 要收 要继续在舱里 是不是 他不用 你用啊 为什么你用 因为你 你是要储备食物啊 冬天要吃啊 你不储备食物 冬天吃啥 你都放在地里面 那不就被他给吃光了 是不是 所以鸟儿 虽然也不重 也不收 也不继续在舱里 因为他不是这种生命 不是这种生活方式 那他干什么呢 那不是说他什么都不做 弟兄姐妹 他永远是 早上一大老起来 叫你别睡晚觉 早点起来 听到了 是不是 然后他叫了半天 叫了将近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你会发现 他们都不叫了 哪里去了 不见了 他们出去了 出去干什么 找吃的呀 他们飞到田里去啊 飞到地里去啊 飞到各种地方去啊 你看 遇到有吃的 他们就去吃啊 对不对 鸟妈妈 鸟爸爸 鸟妈妈还把这个吃的东西 带到窝里面 带给鸟宝宝去啊 然后有一次就观察 很有意思啊 这个 这个 一个门店下面有个鸟窝 鸟窝里面有两个鸟宝宝 两个鸟宝宝就站在鸟窝门头 然后一会儿工夫 我看到一个鸟妈妈过来了 然后干什么 那个嘴巴里刀着一个虫子 然后那个飞过来 然后鸟宝宝嘴巴一张 然后那个鸟 鸟妈妈就喂给他 吃了 然后又飞走了 先喂这边一个鸟宝宝 然后再一会儿又回来了 然后又另外一个鸟宝宝 嘴巴一扎 又喂给他 亲爱的丢去没 我在这儿观察了 好 差不多有一个小时左右吧 我发现哇 太有意思了 是不是 我就发现 在这里面 我就能看到神的爱 这些鸟都是神创造的 鸟妈妈 它是神创造它 它生下鸟宝宝 你看 它能够供应它 养活它 是不是 它能够把虫子 叼过来 喂它吃 到后来 我在这儿观察 发现 这些鸟宝宝都吃得很开心 每一次鸟妈妈 喂给它以后 它就吃了以后 就嘎嘎嘎嘎嘎嘎 叫上声 鸟妈妈又开开心心的 干什么 出去 其实出去导了 导了一会儿 又回来了 又给它吃 吃了又叫点声 是不是 鸟妈妈又出去了 所以在这些过程当中 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爱呀 看到的是爱呀 神创造这些美好 这些 他们都是有爱的 有爱的 所以在它小的时候 它是被喂养的 我后来过了 过了几天 我再过来看 哎呦 不见了 鸟宝宝也不见了 鸟妈妈也不见了 哪里去了 那就是 它们都出去找吃的了 鸟宝宝长大了 也自己可以出去吃的了 是不是 不能一辈子 靠鸟妈妈在这喂呀 它也得长大了 也得自己找吃的呀 这就是你看到 虽然也不动 也不收 也不继续在餐里 不代表它 什么都不做 它仍然要 一大早就起来 是不是 仍然要出去 找吃的 只不过 这是它的生命 是它的生活方式 但是它没有任何的忧虑 没有任何的担心 阿们吗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忧虑 不要担心 神 祂爱你 祂是有供应的 好不好 祂是有供应的 阿里路亚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什么 二十七节说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式寿数 多加一克了 记住 你的忧虑 不会使你长寿的 恰恰相反 忧虑会偷走 人的寿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从医学 科学来讲 人的忧虑 会让人的老神经 产生压力 会让人的心情 变得郁闷 当人的老神经 产生压力 人的身体就怎样 就开始变得没有力量 人的心情郁闷 人的身体就会 就会分泌 那种三性物质 它的体质 就会变得软弱 看到没有 所以任何的思虑和忧虑 都不能使人健康 不能使人长寿 你会发现 那些健康长寿的人 他们都是开心的人 都是喜乐的人 都是有积极的人 阳光心态的人 他们 他们都是一个 凡是相信 凡是感恩的人 乐观 开朗的人 这非常重要 喜乐的心就是良药 忧愁的临时骨酷干 所以当我们活在基督里面 我们是享受供应的 你发现一切尽都美好 是不是 享受一切美好 一切供应 你心中才真正的会开心 会喜乐 不要老是纠结于过去 有一个姐妹跟我说 陈牧师 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我说什么事 她说我这一段时间 特别难受 天天苦 我说什么事 天天难受 天天苦 她说我经常会回想到过去 回想到过去一些事情 回想到过去一些不开心的事 被伤害的事 等等 所以我就感受 我说姐妹啊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啊 神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一过 都变成新的了 你过去 不管有多少的软弱 多少的失败 多少的伤害 多少的挫折 多少的不好的方面 他都过去了 你今天还活着 你今天还有一口气在 还活着 这就证明神爱你 证明神恩待你 神不给你定罪 神想要你有重新的生活 美好的生活 健康的生活 赴耶稣的名 不要再想那些东西了 他说我不有自主的在那里想了 动不动就想那些过去的东西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会不有自主的 就会想那些过去的软弱的 挫折的那些不好的东西 甚至还有人老是在你面前 提你的过去 是不是 用你过去妈妈做错了一件事 虽然你已经承担责任 你已经悔改了 已经调整了 可是他还是不愿意放下呀 他还是不断的给你贴标签 不断的给你定罪 想要把你的过去 给你怎样 给你永恒化 想要把你定在耻辱的注册上 不断的说你不好 给你贴上标签 定你的罪 我要告诉你 那都是魔鬼的 魔鬼的作为 知道不知道 当你心中想象过去 想象那些负面画面的时候 像电影一样 像电视剧一样 在你的心中 老海中播放 谁干的 魔鬼干的 魔鬼把这些过去 那些负面的 那些受挫折的 那些不好的画面 在你的心中 老海中播放 你要做的是什么 你要做的是 抵挡他 奉耶稣的那些宣告 在基督里 我像神活着 不是像过去活着 在基督里 我像神的美好活着 不是像忧虑活着 在基督里 我像神的爱活着 不是像魔鬼的 定罪控告活着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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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些 定罪控告的画面 过去的这些画面 不但来播放 你要奉耶稣的 你拒绝和抵挡 要听神的话语 要在神的话语 神的道里面 建造 崭新的画面 是不是 神的话语 你要记住 只要你还活着 你是在基督里 向神活着 任何时候 你有神的话语 你都会有新的信心 新的力量 神的话语 会给你带来 新的形象样式 恢复你的形象样式 神的话语 会让你 重新得力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任何人 拿你过去的 这些把柄 要定在你空道里 都是从魔鬼来的 你明白了吗 当你在基督里 性生活着 你完全可以 不接受 任何定罪或空道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 进人家钱 你还是要还的哦 知道不知道 这是你当今的责任 这是另外一块事的啊 你不能说 我借给你钱不还 然后人家说你 为什么借钱不还 说你是无奈 说你是老奈 你说你怎么定罪我 空道啊 神都不定罪我 不空道我了 你把钱还给他 不就得了 他就不会说你了嘛 如果你把钱还给他了 借到他 钱还给他 他还说你 那就是他的事了 不是你的事了 明白吗 同样的 如果你做错的事 伤害了别人 得罪了别人 你该向他道歉 来承担你的责任 你承担了 之后你就得释放了 阿们 如果他还要用过去的 这些话来说你 来贬定你 来定罪你 那是他的事 跟你没关系 你完全可以不接受 明白吗 你当今的责任你尽了 然后你问心无愧 是不是 他一直伤害你 你一直宽容 饶恕他 可是他还是一直伤害你 你怎么办 那你就之后你就 跟他离开呗 跟他说那么多干什么 那他还是在那里说你不好 那就是他的事 跟你没关系了 你不要接受任何定罪控告 该尽的责任 尽的就OK了 是不是 明白了吗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神的儿女很重要 不要让这些过去的思想意念 负面的东西 失败的东西 老是在你的心中 脑海中播放 也不要让那些负面的人 负面的事 老是刮住你的弱点 老是给你定罪的这些人 让他的声音 寻成对你的瑕疵 你在基督里 向神活着 阿们吗 是不是 我们看一节的经文 罗马书的第六章 好 我们看罗马书的第六章 十节 十节 我们从第八节开始 第八节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 就信必与他同活 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了 这个死是什么死 是老旧人死 是过去的老我的生命死 现在呢 我们是与他同活的 什么活 新的生命 新造人生命 阿们吗 好 接下来说 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 就不再死 死也不再 做他的主了 所以死跟你没关系 死不能再做主统治你 死都跟你没关系 罪还跟你有关系吗 根本没关系 是不是 所以十节说 他死是向罪死的 只有一次 他活是向神活着 阿们 同样我们也是这样 十节说这样 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向神在基督耶稣里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包括的弟兄姐妹 看到没有 今天我们在基督里 向神活着 阿们 不是在向罪活着 不是在向疾病活着 死跟你没关系 罪也跟你没关系 疾病也跟你没关系 你还跟他发信息干什么 你还跟他发微信干什么 他跟你都没关系 你还跟他聊天干什么 你还说他干什么 是不是 你还想跟他建立关系吗 还想让他在你生命中 死灰复燃吗 不不不 弟兄姐妹 你必须要清楚地知道 老旧人已经死了 那么老旧人已经脱离了罪 基督向罪死 只有一次 他为我们而死 是不是 担当我们的罪而死 只有一次 那么基督为我们而死 我们也是怎样 今天老旧人 也是同样的 也是向罪死 那么今天呢 每一个神的儿女 你都要清楚地知道 我是向神活着 阿里路亚 我是在基督里 是向神活着 我的生命中 只有神 你不要认为 你的生命中 只有神呢 好像很枯燥 不是 弟兄姐妹 你生命如果 有罪的话 那才叫枯燥 那才叫麻烦 如果你生命中 只有神 那么神的一切的 丰盛和美好 都是你的 那你的生命 你的生活 就是无比的精彩 超级的丰富啊 阿们 我刚才已经说了 神造雨造的那么大 不就是让你欣赏了吗 是不是 造的太阳 星宿 星系 那么大 不就是让你欣赏了吗 不要认为这些 好像是自然而然存在 不 它都是有原因的 这是神的话 你创造的 为的是让你开心的生活 没有忧虑啊 明白吗 不要说 那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要相信 这是神的话 创造者的话 他要让你 开心的活的 不是要等到你批轮 才会享受 而是神已经 主动的爱你 主动的创造 这一切 为你预备 如果神不爱你 他就不用创造这些了嘛 是不是 如果神不爱你 就不用让他的儿子来 不就行呢 很简单呢 如果上帝不爱世人 如果天父不爱世上人 很简单 就不用来了 不用下来了 就行呢 既然他来了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是不是 既然他来了 就是要为我们解决问题的 要修复一切 人因着犯罪而失去的 弟兄姐妹 你犯罪了 生病了 结局是死 贫穷 咒诅 是不是 因着犯罪 因着不相信神 失去的一切 神的丰盛 神的生命 神的气息 神的美好 但是当耶稣来了 耶稣来了 他为我们的罪而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担当我们的罪而死 那么今天 你相信耶稣 你接受耶稣 你相信耶稣 你得着了一切 因为相信耶稣 你得着了神力 得着了气息 得着了祝福 得着了供应 得着了健康 得着了意志 得着了恩恋 得着了永远 是不是 所以今天罪跟你没关系 那都是过去式的 你不再是像罪活着了 这个东西害得你 过去失去了一切 活在忧虑当中 是不是 活在这些咒诅当中 那么 今天一切都改变 因为耶稣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耶稣 你一切都被恢复 你因为相信耶稣 一切都得着了 神的爱 使你的生命 开始超级蒙福 所以我们今天 在基督里 是像神活着 我们会改变 是不是 人会改变 但是神不会改变 上帝对你的爱会改变 你看到这个社会 上人很容易就改变 特别是现在的社会 社会上人与人之间 哪有真爱 是不是 哪里有真正的爱 人与人之间 哪里有真正的诚实 信用 你好就爱你 你不好就不爱你了 你有钱就爱你 没钱就不爱你了 就走了 你漂亮就爱你 你不漂亮 你老了 你变水桶腰了 就不爱你了 另外找新的 是不是 所以弟兄姐妹 人会改变 是不是 人在这个世界上 会受到伤害 因为世界没有爱 这个道路的世界 你不要埋怨 这都是因为 罪的原因 导致产生 这么多的道路和破坏 但是这一切 我们在基督里面 真正的得着恢复 哈利路亚 所以当你听到 基督的福音 你听到恩典真理 你开始明白 人活着 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非常精彩的 我是有福的 神的话让我明白 神是爱 不是审判 你说 那神也审判了 是 神审判 已经落在耶稣基督的神上 神的定罪 神的审判 已经耶稣为我担当 今天我信耶稣 享受的是神的爱 哈利路亚 所以我在基督里 向神活着 对不对 就是享受神的爱 只有这样 我的心思意念 才会开心 我才不会有忧虑 如果你不明白 神是爱 你老是认为 神找你的问题 神给你定罪 你的思想很有压力的 一点事情你都会在想 是不是我犯罪了 是不是我出问题了 当你思想 关注问题 心中就会产生压力 接下来来 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包括家庭问题呀 孩子问题呀 人际关系问题呀 工作问题呀 每一顿饭都是问题 吃饭都吃不下 吃饭都不香啊 吃一餐都不容易呀 亲爱的弟兄姐妹 把眼睛向音符看 把眼睛向天看 把眼睛向神看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我们向神活着 天父是爱我们的天父 把他的独生子都赐给我们 很乐意把他的国都赐给我们 他是有供应的 对你没有要求 主动的给你 无条件的给你 就是要让你过 蒙福的 喜乐的 得胜的 尊贵荣耀的生活 阿们吗 宝贵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的思想层面上非常重要 当你听到好信息 好信息使骨滋润 是不是 当你听恩典真理 听正确的教导 听基督的福音 会让你的思想充满喜乐平安 充满神的爱 只有这样你才会有信心 有喜乐 有力量 你呼吸的每一口空气 都是阿里路亚 好不好 所以耶稣说 哪一个你们哪一个能用 思虑是瘦数 多加一克 因为思虑你的比较绿 不能是你长命的 从现在开始 你要奉耶稣的名书 我要向神活的 阿们 我还天天开心 天天喜乐 这是你的一个选择 一个决定 你要向神看 你要向神活的 阿们 神是我的供应 是不是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 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 怎么长起来 它也不牢苦 也不仿仙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索罗门 集中花的时候 它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一朵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是不是 这些都是教导我们 不要忧虑 要喜乐 要开心 要向神活的 今天我们在基督里 向神活的 阿们 那么说明一件事 是耶稣欣赏百合花 耶稣欣赏这些飞鸟 耶稣在他们身上 看到的都是神的供应 以此为例 来教导你 让我们 每一个神的儿女 不要忧虑 我们都有神的供应 阿们 在基督里我们向神活着 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 阿里路亚 你们这小心的人 野地里的草 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 何况你们 所以不要忧虑说 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赋是知道的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 阿里路亚 现在弟兄姐妹 只有小心的人才忧虑 要是说你们这小心的人 小心的人才会忧虑 吃什么喝什么看什么 那如果你不是小心的人了 你就不会忧虑了 明白吗 你不会忧虑 在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不会再操心那么多了 思想上有那么多的压力了 导致问题越来越严重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你要开始成为一个大性的人 不要成为一个小性的人 是不是 成为一个坚定相信的人 那你就充满喜乐的平安 阿们 是不是 所以你们要 宣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什么是他的国和他的义 他的国就是国 他的原文的意思 就是皇权 王权的意思 统治疆域的意思 也就是说 就是神的权柄 神的果度 是不是 神的治理方面上的意思 就是权柄 涉及到权柄领域 义是什么 义就是耶稣的义 领受洪恩和所赐之义 就是耶稣的公义 耶稣的救恩层面的 意思就是什么 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就是我们先要怎样 在耶稣那个时候 耶稣还没有定十字架 耶稣还没有承接救恩 是不是 所以他们要求 求 他们要寻找 但今天你必须要清楚的知道 耶稣已经成就了救恩 耶稣已经把他的公义 洪恩给我们 已经把他的国和权柄给我们 阿们吗 所以今天你不再是求了 你是要信了 你要相信神的国 神的义 阿们 就是相信 耶稣已经给你他的国 他的权柄 你是神家里的人 你是有权柄的 要相信你是有耶稣 救恩 有耶稣公义的人 阿们吗 看到没有 一个有权柄的人 有公义的人 他还在乎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你看哪一个国家的总统 哪个国家的主席和元首 他整天操心 哎呦 今天吃什么 啊 喝什么 穿什么 他会操心这些事吗 任何一个有权柄的人 他都不会操心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是不是 因为吃喝穿 这些东西 都是他自然而然的配置 就是他的配置 标配 他住什么 干啥都是有 是不是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耶稣就是教导我们 要让我们在他的救恩里面 真理里面 认识到自己的权柄 认识到我们被恢复 成为神儿子的形象样式 我们有他的公义 的袍子 有他的公义 是不是 当让子回家 首先父亲就给他公义袍子 袍子一穿上 他就形象就恢复 其他的一切都来到了 看到没有 权柄就来到 戒指就来到 鞋子就来到 这些牛肉就来到 吃喝快乐 在一起欢喜作乐 就开始来到了 宝贵的弟兄姐妹 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 向神活着 要清楚的知道 我像罪已经死了 像疾病已经死了 像这一些黑暗城市 都没关系了 我今天在基督里 我就向神活着 阿们 神的创造大功 这一切的美好 我在享受 是不是 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 这一切的恢复 都属于我 哈利路亚 我不是靠自己做 去淘汰的喜悦 那是宗教思想 我不是囚徒 整天在那里装可怜 抓 求你怜悯我 抓 求你怡止我 不是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来 我们是来享受 他的爱 在基督里面 享受他的恩典和供应 阿们 我们是来 领受他的丰盛 耶稣 为什么来 耶稣来 不是跟你定罪的 耶稣来 不是用疾病 管教你的 耶稣来 不是要树立一个道德的标杆 只有我做的最好 你们都是罪人 不是的 弟兄姐妹 耶稣为什么来 耶稣来 是要跟人一起吃饭的 跟人一起生活的 耶稣是和那些税吏罪人 一起吃饭的 耶稣是要和这些人 赦免他们 赦免那些罪人 医治那些病人的 耶稣是要向他们 显明天父的爱的 阿们 好不好 耶稣是给他们带来团气的 带来与神和好的 阿们没有 这就是今天 神对我们的定义 阿们吗 神就是爱我们 神就是宝贵我们 神就是喜悦我们 当你向神活着 你才会越活越开心 越活越喜乐 越活越平安 越活越蒙福 越活越得圣 越活越尊贵 奉耶稣的名 越活越荣耀 哈利路亚 神大大的祝福你 我们今天上午的分享 就到这里 那么弟兄姐妹 好不好 听明白的家人们 喊阿们 相信的弟兄姐妹 喊阿们 所有领受的家人们 喊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祷 阿们 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 是向你活着 我们知道 罪跟我们没关系 一切安全事都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在基督里 单单的享受你 我们享受你的丰盛 享受你的美好和贡猿 我们在这美好的主日当中 让我们被这些宝贵的花园喂养 谢谢天父 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心欢喜 临快乐 肉身也安然居住 祝福所有的孩子 所有的家庭都如此的蒙福 也神的化于 未养的灵魂 神的化于 丰盛我们的心 神的化于 祝福所有的家庭 都进入美好生活 蒙福平安里面 享受基督 一切的丰盛 让我们在基督里 向神活着 每一天 都是享受神的爱 天父谢谢你 赐福所有的家人们 荣耀归给你 感恩归给你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同心回忆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圣灵 阿们 阿里路亚 说阿们 所有的家人们 天父爱你 赞美主耶稣 感谢圣灵 我们看到这美好的主日 神的话语 祝福你 祝福你新的一个周 新的一个礼拜 出入都蒙福 天天都开心 在基督里面蒙福喜乐平安 奉你一出的圣灵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下午